中国又无辜躺枪了!一国花16亿美元够4架反钱鸡蛋几乎没用! 接近的P-8A在投掷反钱鱼雷。 纽西兰称,该国将从美国购买4架博音P-8A海上巡逻机。 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9日变,纽西兰国会议员罗文马克表示,通过购买飞机,军队可以继续进行海上巡逻,保护资源,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纽西兰境内和太平洋上的灾情作出反应。 这项军售的价值为23.46亿纽西兰元,约合1605亿美元,将于2023年交付,据称主要对付中国日益远行的潜艇。 作为一个远离中国一万多公里的南泰国家,本来就很难与中国扯上关系,但在美国忽悠下,只能花费巨资采购对其几乎无用的P-8A版前巡逻机。 093核潜艇出现在印度洋护航编队中。 在美国的印太新战略忽悠下,如今地处中国周边的国家没感受到什么危险,而远在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却成为异常高调追随的国家。 6月28日,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反外国干涉法》,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要求为外国政府利益服务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登记,这被指示明确对准中国的。 而且,澳大利亚还干涉中国与南泰国家之间的合作,频频指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援另有目的,并且还是巨资51亿美元采购6架MQ-4C海神无人机,以便配合澳大利亚空军早前采购的P-8A反潜机对付中国活动频繁的潜艇。 澳大利亚刚宣布采购6架MQ-4C。 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下,在美国的鼓动下,就连远在南泰边缘的纽西兰也被成功忽悠了,这次在其国内掀起的一场鼓噪又被与中国挂钩了。 前段时间,纽西兰曾公开的对中国在南部海域的完全属于自主的行为说三道四,其前台词几乎就是澳大利亚的翻版。 并且,纽西兰还和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签署新协议,重申加强区域安全,以对抗中国介入。 而今日的纽西兰标态购买B-8-A反潜巡逻机,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的,也将主要配合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类战机执行来联合围堵中国潜艇的任务。 第一道链已形成P-8-A反潜铁木。 那么,澳大利亚和纽西兰采购P-8-A远程反潜巡逻机到底有何作用呢? P-8-A海神反潜机能携带APS-137DV-5海上监控系统,巡逻半径在2200千米以上,600公里内的陆地与海洋目标都将在它的监控范围之内。 由于中国潜艇近年来频频重出第一岛链并进入印度洋,这让美国十分不安,美国希望构建机于驻日美军、日本海自、韩国海军以及澳大利亚空军与纽西兰空军组合的海神连线,从而打造围堵中国潜艇进出第一岛链的隐性屏障。 但中国潜艇不太可能去纽西兰附近,所以机采购P-8A几乎没什么用。 中国航母将掩护潜艇突破到链封锁。 分析认为,中国潜艇日益上升的作战能力与更加严深的巡逻航线,让美国感受到了巨大威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久有一天中国潜艇就会突然在美国禁岸浮出水面,这将在美国民众中引发恐慌。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出现,更为了让中国海军继续充当近海海军,美国在积极加强自身在亚太的反潜能力的同时, 也在不遗余力地忽悠那些铁杆拥顿加强反潜能力,现在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终于成功被忽悠瘸了。 不过,像澳大利亚和纽西兰这类偏远中小国家,并没有资格做中国的对手,但他们在美国忽悠下被说动,还是值得中国深思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